全世界最知名的女神 就是她 美国纽约自由女神 但其实在政治中心华府 又一尊女神守护国会大厦 而且历史更早 很多人都知道 纽约那个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像 其实华府国会大厦的圆顶之上 也有一个自由女神青铜像 不像纽约的自由女神 手拿火炬和独立宣言 象征自由开放 华府的自由女神 一手握剑 一手握着桂冠和盾牌代表胜利 两者寓意不同 但华府的自由女神 多了惊悚传说 1857年建造国会圆顶和自由女神时 由于工程太过浩大 传出有工人失足而死 其后国会灵异传说就没有断过 之后连两位前总统 林肯和加菲尔德 双双死于暗杀 相传这是施工枉死的亡灵作祟 在黑美人身上下了诅咒 尽管林逸传说会声会影 但很多人不相信 最被采信的版本是 黑美人之所以全身黑漆漆 是为了纪念当年建造她的黑奴 但其实这些都是穿凿附会 正解释黑漆作用 不过就是要让风吹雨淋的青铜像不生锈 自由女神也常常被人称为黑美人 但她不是黑人 她被漆成黑色 是为了保护青铜雕像 尽管一项注立在国会屋顶的黑美人 走过路过容易错过 但神秘传说让游客更想近距离观看黑美人正面目 华府在国会大厦游客中心特地打造一尊等比例 一模一样的女神像 但却是白色的 因为不用参风露宿 所以采用的是低成本的白色石膏 华府自由女神像高5.9公尺 重6800公斤 波浪式的长发上戴着头盔 头盔上有9颗五角星 和鹰的头和羽毛 黑美人雕像有了神秘传说加持 观光人气扶摇直上 要和纽约的自由女神大PK بين阶级的弦